大家早上平安 神一直与我们同在 但我们时常很容易就会忘记这最关键的事实 以至我们常缺乏刚强的心来面对各样难处 一旦我们忘记了神 实际的环境就会把我们领到自私 自傲、比较、惧怕、担忧或埋怨的观景里 这些事都会让人远离真理 无法过一个蒙恩的信仰生活 也就是远离了神的道路了 今天我们活在安逸和忙碌的生活中 很多时候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思意念已经被影响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被提醒 无论做什么 我们的内心里都需要坚定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我们每个信徒都被神赋予一份使命 首先 主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告诉我们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各位 这就是神所给予我们的使命了 什么使命呢 就是传扬福音 并警告世界将要降临的审判 所以神是关心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这份使命感的 神给我们信徒的这份使命是一个事实了 这事实也具备了永恒的价值 神将这何等尊贵的使命放在人的内心深处 若我们将生活中的重心放在这事实上 我们便会经历一种从神而来的非凡能力 叫我们可以刚强起来 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并伸出将问题看为小且短暂的眼光 但往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轻松恢复这个事实的 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和生活上实际的需要 叫我们分心了 我们看现代的人时常忙着事业或孩子 追求的是名利和财富 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些影响 然后心中就慢慢失去了神给我们的这个事实 开始满足于通俗的追求 这样的我们在面对实际的生活需要和欲望时 自然就会按着自己所信、所想、所感和所判断的来反应了 我们的生命也就常常停留在迷糊或无可奈何的观景里 那么我们的心要怎么恢复这层使命感呢? 唯有圣灵能叫我们从这分心和欺骗的世界里 想起仰望并倚靠真理 使我们的心能再次归回神所给予我们的使命 从而干强起来 那圣灵是怎样使我们回归的呢? 圣灵通过真理来光照我们 给我们一颗能与世界分别为圣的心 赐给我们儿女的心灵 并看见一切所发生的事 为要成就更大的事 都有互相效力的理由了 但我们的心灵需要谦卑、领受神的教诲 才能被圣灵光照而得智慧 就如诗篇五十一篇六节这样说 你所喜爱的是内理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各位,所谓的智慧不是人的理学、小学或是一些小聪明 真正的智慧是看清这世界的堕落 也认识自己的过犯 一直不断地渴望能活在神的恩典中 在每天的日子中 我们也许会面对许多很真实的婚姻、儿女、人际、经济或工作上的问题 但是心里有智慧的人 是知道有神与无神信仰的不同 他们会知道钱财只是一种工具 知道人没有永恒观会沦落到怎样的地步 知道婚姻是照神的真理运行才会幸福 知道养育孩子不单是只关注教育 更重要的是孩子能认识神 知道工作的理由是为了传福音等等 各位,我们几时转向神 寻求祂的意思来过活 我们就几时被圣灵光照 进入适时而得智慧 那时我们心里就开始肝强起来 并且生命会发生真实的转变 另外,当这个社会的风气与文化越加广泛 人的学问越加提升 人的需求越加多的时候 人是很容易就会感觉福音不怎么重要 或觉得神的话不怎么真实 今天若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要知道这些都是欺骗,不是事实了 因神所着重的事实从没改变 也继续迅速在进行中 当我们回归于神给我们的事实 并将它视为我们生活的焦点 我们之前如此关注的学业、事业、钱财、前途 甚至包括家庭等等 马上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那时唯有因信神的话而活的我们 在地上所思想、所判断和所做的一切 才会被神永远纪念 各位不要误解 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今日只需要到处去传福音 不需要好好读书、上班 不需要照顾家庭等等 但若我们把神的话当真 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 都有一个绝对的中心点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了 当然我们并不完全 我们还是会面对很多真实的挑战 但若我们愿意面对这些挑战 为神给我们的使命而活 在每天所经历的日子里 我们必得满足的喜乐 我们必然出入蒙福 凡事亨通、竞斗顺利 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了 弟兄姐妹 在面对繁蛮 充斥着各种需求和持续变动的社会中 我们更是要抓住神 给予我们使命感的这个事实 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做不到 但让我们求圣灵的帮助 使我们回归于这个事实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感强 愿主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